几个月前,红心晒出一组照片,就是因为这张照片,经纪人比赢看起来,跟张呆风关系不过于亲密,张呆风站姿也更偏向于经纪人。 再加上,张呆风跟红心本就是姐弟恋,经纪人年轻漂亮,当时就有不少人把红心比成王宝强,很多网友纷纷担心红心受到伤害。 就在一个多月前,红心忽然在微博上连续发了两条动态,说自己太笨了,并请教网友怎么才能做个聪明的女人。 本网友纷纷怀疑张呆风红心婚别,红心会不会受伤? 红心跟前夫沐少聪的儿子张高连,参加选秀节目出道,红心作为妈妈多次应援。 近日参加活动的红心被问到感情问题时,却说不说不开心的是,将大家说点开心的。 难道感情问题就是不开心了?这是其一。 其二,张丹风跟红心有个女儿同同,每一年同同生日,张丹风必定会送这祝福。 但是今年就例外,红心一个人陪女儿过生日,并且张丹风飞旦美。 亲自发微博,就连续红心微博下,为女儿说句声乐快乐独美说,实在是非常的反常。 其三,张丹风在被传婚变后,依然带着经纪人碧莹参加活动。 当时,张丹风被一群人微笑,一旁的女生正是碧莹,跟她之前晒过的照片中,穿的衣服一模一样。 其四,红心最近带着女儿现身,身后跟着两个助理,可以看到这两个助理,正是红心之前晒出五个人合影中的其中两位,为多少的经纪人碧莹。 这样看来张丹风会偶尔带着碧莹出现,但红心身边早已不带碧莹了。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,那就是红心跟张丹风两夫妇,以前一直关注碧莹的,但现在却不同了。 原来红心已偷偷取消关注了碧莹,而张丹风还在关注着碧莹。 看来,红心已经不想看到碧莹的动态,干脆直接取关了。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碧莹跟嫂子红心关系一直很好,但在碧莹的微博里,是只字未提过嫂子。 红心,碧莹也把跟张丹风有关的动态删除了不少,留下了一部分,但红心的一点点珠子玛气都没有,还一口一个婚歌新姐叫着。 有网友发出了张丹风跟红心的诸多情与愉快,当时红心还替碧莹澄清,说跟碧莹关系要好,所以很多时候碧莹看到红心有什么好看的包包还有饰品,都会送给碧莹,毕竟小女孩爱美。 可以看到,张丹风跟红心裙、鞋子、衣服等等。 红心已经取关了碧莹,但张丹风微博,依然留着对碧莹的生日祝福和照片,你怎么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